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 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 中央政治局决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主要由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 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 第二 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第三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 第四 这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指出 在决定好起草过程中 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确定遵循原则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 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 三是抓住重点 突出体制机制改革 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 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凸显改革引领作用 四是坚持人民至上 从人民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 谋划和推进改革 五是强化系统集成 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 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 协同高效 习近平指出 决定搞矛定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在内容摆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第二 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三 注重全面改革 第四 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第五 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